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代表 向外宾展示中国民族音乐的魅力 中央民族乐团宝藏国乐 立人行与青山度中秋室内音乐会 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首演成功 这是中央民族乐团宝藏国乐系列的首个舞台 也是乐团两支全新的室内乐组合 立人行与青山度首度合体公开亮相 这些80后 90后的新年演奏家 用经典曲目与创新之作 为观众奉上了一场好听好看的国乐盛宴 今天我们中国文音报道 就将带您走进中央民族乐团的排练厅 结识这两支全新的民乐组合 近距离感受千年国乐与青春芳华碰撞出来的时代风采 那我们先跟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我是中央民族乐团笛子演奏员 也是立人行女子乐队队长陈莎莎 大家好 我是中央民族乐团的笛子演奏员丁小葵 也是我们男子乐队的青山度的队长 欢迎 二位是如何进入到这个组合的呢 也是因为乐团想打造两支年轻的这种组合 应该是更加让年轻的观众喜欢的乐队组合 所以就有了今天的立人行跟青山度 因为传统我们要保留 但是希望用我们手上的国乐 不管是乐器也好 形式也好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的关注 这样的话我们能做到更好的传承和推广 包括我们立人行 包括我们青山度的这些悬演奏员的这个角度上 肯定是专业第一位 形象也是第一位 组成了这两支队伍 代表中央民族乐团的一个青春亮丽 一个新的形象 对 立人行和青山度是我们宝藏国乐的中间的主力 那这次宝藏国乐给观众们都带来了哪些惊喜的曲目 其实踏歌形 第一次亮相应该是在央视的那个国家宝藏栏目 当时就是以踏歌这个乐曲 展现了当时应该是收藏在河北博物馆里头的一幅彩绘散月浮雕 我们就是在线的当时的那幅彩画 光明行呢 因为首先这首作品 就是二胡曲子非常著名的一个作品 然后我们是在今年的五四的晚会上 这个给全国观众一个呈现 向前非常非常地青春 我们一直在绞尽脑汁去想一些 能怎么让国乐更年轻的办法 我们在那个音乐会里头 就有两首这样的作品 咱们在返场的时候 有一首走射雕童传的主题歌 我们也给它全场嗨起来了 就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和记忆 民族乐团应该是出了名的 让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在台上展现自己 就像我们最早的这个 之前的印象国乐 右舰国乐 包括玄奘西行 这是我们玄奘西行的 那就是 男一号 玄奘的扮演者 对 当时就是我们正排着练了 中间休息的时候 这个我们唐红团长 这个急匆匆兴高采烈的 从楼上下来了 见到我说 小辉 赶紧回去准备准备 让你演玄奘 赶紧把头剃了 然后我当时就懵了 我说还算不如使命 就把这个任务完成得非常好 那唐红和赵团经常来看你们排练吗 经常的 从他们身上你们能感受到 或者能学习到什么 赵通团长一句话就说 新时代的国乐演奏者 不光是专业 你要从里到外 全新地达到自己 包括唐红团长就说 你们要去玩 真正好的音乐 尤其是你们这种小组的音乐 一定把它玩出来 玩出来是最好的 也是最放松的 也是最能吸引 年轻观众的一个点 那你们觉得年轻 对于你们来说 在装民族乐团 是优势还是压力 又是优势又是压力 这也是 正因为年轻 所以说 他有用不完的劲 但是也有他的不确定性 和不稳定性 那怎么通过这样一个 好的一个组合形式 去又能发挥 他的这种爆发力 他的那种青春动感的力量 又能让他在这个组合当中 把整体的这个效果表演出来 这也是我们的压力 同时也是我们的一个 力量的源泉 今年年初 中央民族乐团副团长 青年胡琴演奏家唐峰 接管了 丽人行与青山度的管理工作 见证了两个青年乐团成长的他 对这些年轻人 始终是寄予厚望 你好 请坐 请坐 刚刚看到您这两支新的民乐组合 他们以青年室内乐团的组合形式 出现在了观众的视野 咱们这两支民乐组合 丽人行与青山度 他们最初是怎么选择出来 在人员配置上 您有什么样的一个考虑 既然是一个年轻的室内乐组合 首先是要年轻 那么因为人乐少 对个人技术 就是这种演奏技术上的要求 就会更高 要非常自无地能够演奏 不管是多么高级 多么难的音乐 它也能够有能力演奏出来 那有没有特殊地考虑 他们的配置 一个是需要 就是能够囊括 进我们大众耳熟能详的乐器 就是说良琴 二胡 琵琶 笛子 另外一个还要考虑到 他们之间的配器的一种和谐程度 那这两支组合 他们平时在排练时候 肯定是会注意默契的训练 那团里会不会给他们安排 与这些老一辈的演奏家们 进行一些技法技艺的学习交流 或者是传承呢 这是一定的 这是肯定的 其实这些年轻孩子们 本身在我们在日常的排练当中 经常跟一些老的艺术家 或者一些他们的声部的首席 一起互相交流 怎么样能够达到最佳的一个效果 也是有一种默契 那么音乐的感染力 把所有全场的像大卷 一千八百万观众 全部集中在你一个人的身上 那不光是一种精确度 还需要一种感染力 而且这个是在你建音乐学院 或者你在琴房练琴 是永远找不到的一种感觉 你必须在舞台上磨 那您觉得培养这样年轻的室内乐团 对于我们整个中央民族乐团来说 有什么样的意义和贡献 音乐需要年轻化 需要时尚化 那么年轻人他们可能所接受的音乐的语言 比我们那时候多了更多 他们接受新生事物也更快 所以我们把我们乐团的最近的一部分的年轻人 调选一些组成的这么两个实力乐团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些所有的这些音乐器 集合在一块 然后赋予他们新的生命 像我们现在这个 就是这两个团体 用了一些爵士 甚至一些流行音乐的与会 甚至还有游戏音乐 游戏音乐也把它用民族音乐做起来 效果呢 至少观众非常喜欢 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有一组年轻的人 和年轻的演奏家们 能够在舞台上 接受现在的观众的 对音乐生活的一种考验 能够吸引到现在更多的年轻人 中央民族乐团在继承和发展 传统民乐的基础上 始终坚持不懈地探索 并开拓着新民乐的发展道路 对中央民族乐团青年团体的建立 以及新作的推出 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赵聪 有着怎样的规划呢 丽人行和青山渡这两支民乐的组合 它的名字听起来挺特别的 诗情画意 应该是有一些来由 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没错 因为中央民族乐团 大家都一直比较熟悉 是一个非常 中国应该是队伍最庞大的 民族交响乐队 正巧呢 也是央视给了我们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然后呢 就想 这个美丽的女子们 正好可以做成一个 我们的这个小型的乐团 许多美丽的女子 应该就是丽人行 我们男孩子也有男孩子的美 那种充满力量的 江州司马青山师 形容男子的 青山呢 一出来这两个字 也非常有画面感 那他叫行 在陆地上走 那么渡呢 在河上走呢 青山渡 所以就是 很巧妙地 把这两个组合 放在一起 前陆九呢 正好有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丽人行和青山渡 这两个组的首演 放在了大剧院 再加上他们对 这种舞台的热爱和新鲜感 一个传统的音乐 能做到这种 这种氛围 也让我很欣慰 这么多观众 这么多的欢呼声 所以我觉得 咱们中国的迷越 就中国的传统文化 它确实是 非常的包容 而且非常的博大精神 它虽然传承千年 但是依旧充满了生命力 它非常的鲜活 虽然没有看到现场 但是赵团聊起来的 这种热忱和才华 我们听起来 也是一种享受 丽人行和青山渡 它是您宝藏 国乐系列的第一展 那么后面的演出 表演形 它还有什么样的设计 有哪些计划和安排 在后期会给我们 带来惊喜 已经给他们安排了 这个全国的巡演 而且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还要拓展 新的表演形式 因为是这个 线上和线下 尤其是线上的演播 和线下的演出 要双轨并举 我们也会在新媒体平台 推出他们的直播 您这个规划 对年轻人提出了 什么要求 一个是要抓 它传承的部分 还有一个作品 就是创新的作品 和创新的表演形式 我也希望观众朋友 年轻的观众朋友 看见他这样 就哇 很赞 他也可以 像那个刘正月 那么酷炫 所以他觉得 不会是觉得 明月是一个老掉牙的 要知道我们明月 是可以非常非常 充满未来的引领的 是的 那我们中央民族乐团 把民族精神传承 给这些年轻人 也在坚持着 守正创新 对于这些音乐的遗存 其实我们有两种 不同的方向 对它进行保留 有的人他会去 追根溯源地 寻找它的原貌和全貌 也有一些人 会在现有的真相中间 去努力地 把它最大化地 展现出来 那我们明月团 是主要在 哪个方向上努力 其实说实话 我们的国乐 自古以来也是这样的 它都不是用谱子 记录下来 都是口传心受的 这个作品得有 多么强大的生命力 就一代传一代 就能传下来 它得多么有意思 这个作品 所以我们要相信 我们弹的古曲 也是当年的流行音乐 受大浪逃杀 受了这个历史的洗礼 最后留下了 它变成了古曲了 所以我们也要 大量地做作品 比如说类似于 这次唱的北京故事 我觉得它就一个 很好的作品 可以留下了 别人都觉得 明月创新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赵潭讲起来 我觉得是才华很意义的 请您用几个关键词 为你们乐团 这些年轻的演奏家们 画一个理想的象象板 我觉得我希望 我希望他们是 充满正能量的 就是上来之后 在舞台上 就是闪闪发光的 当然他们每一位 青年演奏家 都是极具表现力的 就是他们的技术 和他们的音乐 都是非常顶级的 最重要我希望 他们还能够传承和引领 只是对他们的希望 和期望 好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着 中央民族乐团 为我们带来 更多精彩的演出吧 谢谢您 中央民族乐团 作为民乐的国家队 一直秉承着表演样态 多样化民族化的 发展思路和目标 继承和挖掘 中国几千年 传统文化的精髓 培养出一批批 活跃在更广阔舞台上 展现明月 新面貌的青年艺术家 在他们身上 我们看到了 未来的明月 和明月的未来 在今后的节目中 我们将带您 走访更多的艺术院团 敬请期待 谢谢观看